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迈入2021年 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到底如何 在疫情之后 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等各个环节 如何有效的推进 来听一下学者们的解读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月16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 李克强在讲话中 对2021年的经济工作 做出具体部署并做总结讲话 会议认为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 极不平凡的一年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 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会议指出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必须清楚地看到 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恢复基础 尚不牢固 要办好自己的事 坚持底线思维 提高风险 预见预判能力 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 我们要看到全球经济 确实也在复苏的过程中间 但是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 还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美国和欧洲 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 疫情呢 仍在反反复复的发展过程中间 那么这些呢 对于中国经济 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自己国内来看 尽管疫情是被控制住了 但是疫情并没有消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采取的一些相关的措施 各个地方上采取的一些有关措施 也可能会对经济运行 带来一定的影响 会议强调 2021年 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 可持续性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 不急转弯 把握好政策实度效 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 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货币政策方面 要灵活精准 合理适度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 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 完善债券市场法制 加大对科技创新 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深化利率 汇率市场化改革 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的话 基本的要求是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 所以的话 这又保留了比较多的灵活调整的空间 所以在明年的话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会更多的承担 六文和六宝的重点工作任务 另外的话对于无论是财政政策 还是货币政策 都有这种支持结构改革的这种要求 货币政策的三项工作要求的话 是支持科技创新 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 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来看 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的困难来看的话 这个相关的政策 还需要保持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因此呢 这次特别强调了 不急转弯 其实就是具有这样的含义 就是财政政策 依然还是要比较积极 另外呢 货币政策 尽管它不是逆周期的调节 但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基本稳健的态势 该灵活放松的时候 还是需要放松 该需要收紧的时候呢 也要需要适当的进行收紧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局长林吉泽 在出席论坛时强调 2021年 中国要面对的仍然是不确定的外部环境 还不牢固的恢复基础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不转机弯 把握好政策的实度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提止增效 更可持续 保持实度支持强度 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财力保障 再促进科技创新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调节收入分配上 主动作为 完善减税降费政策 抓紧化解地方政府 隐形债务风险 主要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要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紧紧扭住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这条主线 注重需求侧管理 贯通生产 分配 流通消费各环节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 动态平衡 提升国民经济体系 整体效能 而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也提出 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 学者认为 需求侧改革的提出 与中国下阶段经济 新发展格局高度相关 此次会议要求供给侧改革 和需求侧改革的结合 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到了10月 11月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 中国经济复苏不均衡的 供应复苏的还可以 需求复苏的弱一些 这样的话 因为供求是相互一成的 其实没有供应就没有需求 没有需求也没有供应 那么供应生产出来 卖不掉或者是只能贱卖 那这个说明 这个复苏还是不完全的 所以我们大致有个说法叫做 供应复苏的可以 需求复苏很弱 那这样经济还是不平衡 于是我们要把这个短板 给它补上来 充分体现出 供求是相互一成的 供求相互一成的关系上 来看 把重点放在这个需求社 这就比较完整了 从政策角度来说 它以后可能 就是切入点 那个切口 从需求切入 从提供的需求 然后让需求 对供应去产生激励作用 可能以后有这个政策 可能会有这样一些 实施方式 切口切入点的有些区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促进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完善减税降费政策 强化普惠金融服务 让市场主体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要依靠创新 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微观层面的困难 我觉得还是一方面 是因为疫情的冲击之后 对于我们的第三产业 对于消费领域 从事这些生产经营活动 和服务的这些行业 他们目前依然还处在 不小的困难的环境中间 另外整个服务业来看 餐饮 旅游等等 尤其是像旅游这些领域 依然还是处在 一定的不利的因素 和环境的影响之下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 当然这些领域中间的 一些小型企业 可能困难就比较多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需要2021年的 相关的政策 依然要重点地支持 这些领域 包括像财政 金融 还有一些行业的 相关的政策 都需要对这些领域中间 的小微和民营企业 继续保持有力度的支持 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 韩文秀表示 2020年 中国全年经济总量 将突破100万亿元 增长2%左右 2021年的宏观政策方面 韩文秀强调 要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020年上半年的基数较低 2021年 经济增速在数字上 可能会比较高 尤其是上半年 但是数字好看 日子未必好过 尤其是未观层面 许多中小企业 经历了疫情的冲击 可以说是大病出狱 需要持续的政策 支持来恢复元气 一些企业也担忧 政策撤火 如果太急 可能会难以承受 他在谈到促进投资时 特别强调 要统筹好产业布局 避免盲目投资 重复建设 中国央行最新公布的 12月LPR报价显示 一年期利率为3.85% 五年期以上品种利率为4.65% 为连续第八个月持稳 符合市场预期 维持与中期借贷便利 MLF利率稳健走势同步 同时为维护年末流动性平稳 央行12月21号在公开市场进行了1000亿元人民币14天期的逆回购 和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其中14天期品种为时隔近三个月重启 据此计算 单日净投放900亿元 分析师指出 随着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预期的逐渐明朗 并随着经济逐步恢复 主要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宏观政策不及转弯的背景下 预计央行仍将运用定向工具为主 未来LPR稳市或持续 展望2021年 有分析师认为 疫情期间实施的特殊政策措施将会逐步的退出 其中2020年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 也会明显弱化 由此在LPR报价保持稳定的预期下 未来一段时间 企业贷款的利率将会出现由降到稳的过程 考虑到2021年通胀走势趋于温和 企业经营仍处在疫情冲击后的修复阶段 企业贷款利率转而大幅上行的可能性预期不大 今年的话LPR保持八个月不变 主要的原因的话 是有一个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的这种一个要求 这个让利的规模实际上就基于不变的这种LPR来测算的 但明年来看的话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我们认为 央行还是大概率的会保持政策利率的不变 这样的话LPR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一个是经济增长动能的恢复 另外一个是刺激政策也会有序的推出 整体上来讲的话 企业的这种贷款利率还是会有所上升 整体上来看的话 对于利率市场的观点的话 是认为一季度和明年的四季度是全年利率的低点 二三季度是全年的利率的高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 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中国有超过14亿的人口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 只有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有效利用生产能力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才能激发经济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好 下节回来还是继续话题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业内普遍预计 2021年将是全球艰难的复苏之年 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 在未来一段时间 仍然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那么如何修复疫情所带来的 结构性趋势性的变化 值得市场关注 中国在这场大的变局当中 如何走出新的发展格局 如何以双循环助力全球经济的复苏 来听一下学者们的观点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敲定2021年八大工作重点任务 包括坚持扩大内需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以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等 会议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加快完善藏租房政策 逐步使得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 具有同等权利 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有市场人士指出 目前不少地区的落户政策与房屋挂钩 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 以房屋所有权为优先 导致租房获得的社会福利优先级较低 租购歧视的现象仍然存在 影响了租赁市场的发展 会议明确了 逐步使得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 具有同等权利 有利于租赁市场制度的完善 真正将租赁作为一种长期居住的选择 就是你是租房和你拥有在这个地区的住宅 它所享受的相关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觉得从各个地方政府 尤其是一些主要的城市来看的话 那必须要打破这种界限 应该一视同仁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使得租赁这个市场 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对于在这个城市中间工作和居住的居民来说 也可以提供这个比较公平的待遇 在土地方面 会议提出 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 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 自由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 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 要降低租赁住房的税费负担 整顿租赁市场秩序 规范市场行为 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也把这些闲置的土地 能不能够释放出来 为我们正常的投资和消费 能够提供一个保障 而不能够因为土地的 这个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问题 新的存在 更增加了房价的高企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土地怎么能够用在 应该用的位置上面 既不能闲置 也不能够滥用 这就是现在这一次的 关于房地产市场怎么进行优化 进一步的确保 不要让大家有一种欲望 经济下行的房地产的机会就来了 并不是这样 时隔两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再将房地产列入年度重点任务 中国住建部12月21号 就2021年房地产相关工作 做出具体部署 提出2021年 要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加强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加快补齐 租赁住房短板 解决好新市民 青年人 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 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 和以往不同的是 对于大城市而言的话呢 是重点支持租赁住房 这个表述的话呢 我们认为是体现了中央对 压实地方政府的这种住房保障责任 降低地方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同时的话呢 结合上周的住建部门的年度工作会议 内容来看的话呢 明年的房地产工作的话呢 在存量上是城市更新 在增量上是补齐住房租赁的短板 所以的话呢 在整体上而言的话呢 房地产市场明年会继续面临 比较大的这种监管压力 整体上开工和销售 都会相比于今年有所放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也提出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此外 11月30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上 提到了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 分析指出 结合近期几次会议释放出的信号 依法反垄断工作 预计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 有关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发力点和聚焦点 这个垄断的问题就是出现了头部的企业 出现了自然垄断 并不代表着靠本事做大做强 就可以今天利用自己的资金实力 做自己今天不应该做的这种 也比如说 今天他们开始大力的发展互联网金融 从支付的体系开始进军到财富管理的体系 这个你好做 但是你必须要符合今天做金融这种特种行业 所应该要有的条件 比如说资本充足力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牌照的问题 而不能把它归结为 这是一种落后的风险管理方式 所以从这一点上做 我们今天已经注意到了自然垄断的这个现象 确实挑战了我们过去行政垄断的 这种落后的金融服务模式 但是并不代表这种模式 是今天能够把风险管理好的模式 他们管理好的可能是自己行业的风险 但是他们没办法自己足力的模式 能够确保系统性的风险 分析人士指出 中央虽然释放了反垄断的强烈信号 但也明确地鼓励企业合法合规创新发展 会议提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 增强国际竞争力 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 健全数字规则 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 数据收集使用管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 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今年的这个反垄断工作的话呢 是一个是在这个市场监管总局 通过了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的规定 另外一个的话呢 也开始对平台经济领域 反垄断进行征求意见 所以的话呢 这两项其实都指向了 明年的反垄断的工作重点 就是大型的数字平台 这些平台的话呢 实际上是在这次疫情当中啊 是明显的受益方啊 也就是说是这次疫情的赢家 但是的话呢 他们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的话呢 是赢者通吃 对于这些数字经济的这种赢家来讲的话呢 他具有比较强的这种扩张能力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数字经济的发展的话呢 如果不反垄断的话呢 会影响进一步的这种创新 和影响新需求的这种创造 所以的话呢 明年的反垄断工作的重点的话呢 应该是第一 是对数字平台的这种扩张进行约束 另外一个的话呢 也会积极鼓励数字平台的这种创新 重点的话呢 是引导新需求 此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 要把增强供应链可控能力 扩大内需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以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方面 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几个重点任务 会影要求坚持扩大内需 这个战略基点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 储蓄投资等方面 进行有效制度安排 有些取消一些行政性 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 充分挖掘现象消费潜力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表示 内地消费潜力巨大 未来15年 中等收入人口有望翻一番 达到8亿人 消费增长空间广阔 升级的动能强劲 不过同时仍然面临三方面的制约 最大的制约是 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高 尤其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在放缓 2020年前三季度 仅增长了0.6% 收入增长放缓 消费的信心和预期也不稳 此外加成社会保障 收入分配有待完善 还有住房 教育 医疗 养老支出 占比比较高 这对我们的消费 具有一定的挤出效益 至于消费的矛盾 也日益脱险 钱克明谈到 下一步商务部会推动 扩大商品消费等一批 促消费政策 首要是扩大汽车 家电等商品的消费 他还透露 中国要培育一批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提高教育 医疗 养老 孕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同时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 增强投资增长后劲 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要发挥中央预算内 投资在外意性强 社会效益高的领域 引导和撬动作用 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加强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 统筹好产业布局 避免新兴产业重复建设 此外还要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 建设现代物流体系 在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方面 会议指出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要统筹推进 补齐短板和锻造藏板 针对产业薄络环节 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 公关工程 在产业优势领域精更细作 搞出更多的独门绝技 同时也要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 要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 逐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 和安全的重大难题 要发挥企业 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支持领军企业 组建创新联合体 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 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公司自理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要放宽市场准入 促进公平竞争 保护知识产权 建设统一大市场 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营商环境 要健全金融机构治理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令人意外的是写入了 中国会积极考虑加入CPTPP 目前来看的话 今年中国加入RCEP之后的话 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不小的成就 但是CPTPP的话 是一个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 它包含了接近百分之百的零关税 还有完全透明的这种竞争规则 这些方面的话 是我们国家目前对外开放 还是有经济自由化方面的话 都还没有达到的这种水平 所以的话 表明这么一个态度的话 实际上是有两点内容需要强调 第一个的话 是强调中国下一步 对外更高水平的开放的这种方向 在哪里 另外一个方面 是强调中国坚持全球化 和合作共鸣的这种决心 还是不变 有学者分析认为 十四五期间 中国经济整体将进入 高质量增长的新常态 经济政策将围绕着科技自主化 产业升级 以及扩大开放等领域展开 伴随着多个省份 十四五规划的对外公布 打造区域经济 拉动内需 引入人才等各方面的政策 也都逐步地浮出水面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 新经济 新业态 将在中国经济的 新发展格局当中 扮演重要角色 好 下期来看一下 内地资本市场的表现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A股大盘在下周将会迎来 2020年的收官之作 这一年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 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那么如何更好的布局 2021年 来听一下市场分析人的看法 本周酒夜板块走势波动 白酒 黄酒板块一度走势强劲 经济复苏带动消费回暖 在元旦春节双节的预期之下 酒类板块连续走强 截至12月22日 万德白酒指数 13个交易日的累计涨幅超过三成 而黄酒指数更是高达68% 酒类板块的行情 由高端次高端白酒向小酒扩散 随后多加酒企发布股价移动公告 提示风险 酒夜板块在连日大涨之后 转头权限重挫 赚钱效应转差 其实临近年底 市场整体的流动性偏向紧张 偏向分层的情况下 就前期动量效应比较强 同时机构持仓比较多的这种 大盘篮球股 实际上就体现了一个更强的这种 动量的这种效应 我们是看到 其实像这个白酒类的股票 包括其他相关的这个酒业 比如说啤酒或者黄酒 最近是有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个效应 类似的呢 还包括像光伏 风能 电动车 应该说在年末是 集聚了市场上不多的这种成交 这种资金 而相应呢 之前机构持仓 边际加的比较多的这种金融股呢 是处于这个快速回调的这个状态 其实呢这样会使得原本比较拥挤的这个持仓的进步拥挤 可能会在接下来宏观经济数据可能出现一定的波动 或者说市场风险偏好出现转向的时候呢 使得这个资金再度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分布 一般来说呢应该说在这种比较清淡的这种市场的情况下呢 在来年的这种春季躁动的环境下 就是完成了1月1日的跨年 流动性重新整体重域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之前滞涨的板块 又会出现一些显著的反弹 实际上A股上市九起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分化极大 且多数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行业的增长主要体现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增长上 根据万德数据 在36家酒类A股的上市公司中 仅有13家公司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占比均不到一半 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中 包括贵州茅台 五粮液 卢州老教等白酒头部公司 而多数中小市值的白酒公司利润则同比下滑 市场在追逐的过程当中 慢慢地就变成一些小酒 一些中低端酒 一些供求关系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紧张的 生而至于是供大于求的 生而至于到了啤酒 葡萄酒 黄酒 鸡尾酒 这样的一些品牌的操作 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借题发挥 那么本周从油气下半周 也出现了高位的这种宽幅的震荡 周四出现多倦 酒类个股的跌停 周五的搏杀也非常的激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某些或者说影响到一部分短线油脂 因为这部分炒作之间主要是短线油脂 长线买家是不会买这种低端酒 而且连续拉伸以后明显价值高估和泡沫的 所以对短线油脂它也有一些谨慎 或者一下子退出来 退出来以后它可能还要看一看等一等 这样一来二去吧 所以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市场 应该说是一个震荡震购的环境 周四军工股集体爆发 板块逆势上涨超过2% 有分析指出 十四五期间将是新型装备量产爬坡期 新材料与竣工电子是装备实现升级换代的关键 相关产业将受益 也有分析指出 2021年是竣工产业大周期的启动元年 2021年有望迎来更强行情 军工板块的这个表现活跃呢 一个和我们最近啊 这个在这个发射卫星啊等等啊 方面有不少的进展 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呢也有这个有关我国第二艘 这个准航母吧 可以说也开始试航啊 也开始在东海南海啊 进行一些操练有一些关系 那么还有呢像北斗啊 的市场有些预期的 当然从军工板块的这个 趋势上来讲 我们要有一个 和国力相匹配的一个国防的 这样的一个护卫的力量 那么大家也期待啊 未来三年甚至五年的 这个军工的投入 可能会比较大 那么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市场也有一些消息说 可能这个新一阶段的 下一阶段的军品订单就要下达 然后会有比较高的预付金 所以对于军工企业来讲 它的效益 它的这个现金流 会有一定的改善 当然军工板块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难处 在于就是一 整体估值比较高 那么第二个就是 它的这个 透明度 因为它有保密的要求 有国防的要求 安全的要求 所以从卖方的调研的角度来说 它会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关键是什么 就是说这里面是有细分的 核心的技术 比方说航天 航空 那些动力 装备 那些材料 碳纤维 等等类似的 这一部分 相对来说我们认为 会比较确定 那么有一些可能边缘配套 而且呢 这个业绩和股价的这个 匹配度比较滞后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可能仅仅决限在一种 题材性的机会上 所以未来就投资的难点是 怎么样选到好的品种 估值是合理的 而且未来的这个 发展的前景比较确定 在军工装备上 它的利用又是实用 又是比较广泛的 我想这是一个 需要继续啊 这个下功夫来研究的 2021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 日前在北京召开 会议提到要加快 风电光伏发展 带动A股新能源板块 也有所表现 应该说本周 关于这个新能源呢 包括一些头部的机构 在高位 依旧是接受这些 股票的这些转让 还包括这个 关于新能源的 这个白皮书的 这个文件的这个落地 以及相应的这种 我们能看到国际的条约 比如说中欧双面投资协定 它进入一个冲刺的阶段 就是投资者开始畅想 未来一些长期秩序的建立 在一些一系列的 这种事件冲击的情况下呢 再加上本身流动性 目前急剧在一些 本身机构 报团比较多的 这种板块里面 就带来了一个 接近加速 或者是无量快速上涨的 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呢 其实这个情况下 由于考虑到 跟历史的这个公募持仓比较 在一部分的这种 中油制造板块 机构的持仓 已经达到一个 历史的极限值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可能也会使得 接下来它相对于 负面信息的敏感性提高 它的脆弱性呢 可能也有所提高 所以接下来呢 可能有些 过于用热门的板块 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警惕的 近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有关内容 引发了资金 对于种业股 以及农业板块的关注 同时年底 一号文件窗口期临近 种业股 也将可能会迎来 政策的催化 在多方面预期下 总业股出现了 连续大涨的态势 资源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专门提到了 对于农业种子 这样的一个篇幅的表述 强调了种子的高销 安全 在可控的情况下面 来试验一些 比方说像转基因 等等这样的一些 技术的推进 历年的年底年初 也是农业板块 相对比较活跃的 那么这次既然讲到了种子 很有可能在 不久出台的中原一号文件当中 会专门把种子作为重点 所以最近这个种业板块 表现比较活跃 当然从国内的情况来看 目前的种业主要是大而散 或者说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从国家的安全的角度来说 是有非常必要来提示 来强调种子的安全和高效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市场也是一个交易性机会 然后就跟着政策 哪里可能会导向倾斜的 更加的明显 这个时候这部分会有一定的表现 12月24号 蚂蚁集团也表示 收到监管部门约谈的通知 将认真学习和严格尊重监管部门的要求 不折不扣地做好相关的工作落实 近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 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人民日报刊文称 对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是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 此次立案调查并不意味着 国家对于平台经济鼓励和支持的态度有所改变 恰恰是为了更好的规范和发展平台经济 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 应该说近期针对这种平台经济 或者说是这种科技巨头的反垄断 是国内外共同在推进的这个趋势 无论是美国欧洲 还是我们周边的亚太国家 都普遍制定了对于数据隐私 以及这种大的这种科技企业的这个监管 或者是泛用的这种反垄断 或者是专门针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立法 应该说这是更大的一个趋势 整体上还是为了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的这个发展 就举个例子白酒 我们可能经历过2012年的塑化季事件 或者随后的这种保险规定 但是只是为了它的需求更加的去合法化 阳光化 然后避免去走一些不正确的这种道路 最终我们是迎来了一个可选消费的一个更好的发展 这次的这个对于互联网巨头的监管呢是类似的 是希望避免在过度的利用垄断的权力 利用对于这个流量的定向的这种引导 以及对于一些隐私数据的不正确的使用 而使得整个行业的生态呢 进入一个负面的这个循环 从而呢监管更多的 不管是从这种信息的角度 也从这个金融的角度去加强对于这种平台经济的 这种管理的这个规范 但是市场可能还没有完全习惯 因为这种监管 它在之前在国内做的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 特别是针对一个固定的这种科技行业 引发了市场的一些震动 但是我们相信呢 实际上是为了一个行业的更好的 长远的这种发展所带来的 可能这个调整时间还不会很短 但是最终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行业会给整体的投资者也好 对于具体的这个经济也好 带来更多的红利 好 嘉宾观点供您参考 祝各位2021年投资顺利 下周六晚9点40分 中国深度财经 再见